我觉得易刚是一个在西方在美国 他的经济金融方面的学养是非常深厚的一位学者 回到中国来服务 那他的贡献也是相当的大 但是问题就在于西方的经济学的理论 金融学的理论 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大陆的情况 因为中国大陆这次推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也就是说一个14亿人口 经济量体这么大 然后整个工业体系这么庞大 而且外汇存体这么的多 这样的一个国家 他的货币政策 他的财政的各方面的稳定度 跟他的操作方式 可能不能够在欧美的那套过去的经验 已经没办法再用在中国上面了 所以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当然时间也到了 任期也到了 然后做了人事的调整 那攀工率他是人民大学毕业的 也在本土读完高等学位 那这样的一位操作手进入人民银行 来当行长 来负责操作货币的政策 我觉得可能就是环境到了 时间到了 就像您所讲的 也就是人民币目前来讲 要成为国际货币的势头阵望 而且速度可能会加快 目前来讲马上要讨论的 就是金庄五国的货币要用什么 那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跟中国大陆有贸易往来的 越来越多都采用这个本币交易 可是问题就在于 当人民币比较抢手 而他的国家的货币比较弱的时候 当然本币交易就会更多的 采用人民币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连俄罗斯 它跟印度的石油商的买卖 他都已经强调 我只收人民币 所以这样的情形下 人民币的 在短时间内 开始占世界份额的比重 是会越来越大的 那您提到了在第二季的时候 那他本身的这个势头 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他的交易额已经开始超越美国 这个就是一个趋势 所以就美国的经济学者来说的话 经济学的教授来讲 他当然认为 美国的美元的 这种国际地位 强势货币的已经没了 然后联合国也告诉大家 一个新的数据 说中资从美国西方国家撤走 往这个亚太国家 成为一个趋势了 而且越来越多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当美国没收了俄罗斯的资产之后 冻结了俄罗斯的国家资产之后 全世界对美国就不再信任 当欧盟的职位 惠德风德莱恩要走美国的路 也想冻结这个 或是想使用侵占 俄罗斯的央行 在欧盟的资产的时候 你看全世界对欧盟的信任度 也就急着的下降 我觉得整个国际环境的变化 可能对中国大陆来讲是机会到了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调整 行长可能也就是从中国式的 现代化的角度来出发的 我越来越认为 从川普到拜登对中国发动的科技战 是今天造成全世界经济放缓 甚至无法恢复 而成本越来越高 投资越来越少 世界走向两个半球化的罪魁祸首 而且这个会非常严重 因为所谓的科技战 也就是以国家安全 地缘政治的因素 对于这个挑战者给予打压 认为他的一切的科技的发展 是对我的安全的威胁 因为他的科技可以用到军民两用 所以军事上会去打台湾 会去打日本 所以我必须要跟澳洲去给他 核子动力潜舰 给韩国要去核子动力的潜舰的拜访 所以这整个地缘政治 跟国家安全的思维的影响的科技战 他就去全球化 他就去风险化 什么去风险化 就是脱钩锻炼 就是去中国化 那这个造成 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的全球化 大家都以国际分工 去做自己比较擅长的 然后你把成本压低 然后把整个的这个丙座大 大家的民生 科技的发展 人类的进步 文明的进步都可以共享 但是呢 现在什么都没 什么没情况之下 还是美国有利 因为它有最大的资源 新创 然后呢 这个军事跟外交 它的萌帮必须要跟着它 你看日本 7月23号也开始在 这个管制办导体了 荷兰在9月1号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谁现在还敢投资 因为你敢投资的话 你要投两个 因为有两个生态 这个供应链的生态 那你基本上会把 你所有的这些投资效益 如果不是除以二 甚至会更加稀释 那现在谁还敢做这个东西 尤其美国还不断地在做生息 是不是 所以到后来 我觉得西方国家 美国农邦也要理解 美国完全是以零为货 在割韭菜 而且造成全世界的这样子的 这种压抑 经济回不来 那现在怎么办 金砖 就适时的出来 那会形成一个新的 就是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平台 那这个动作要快 否则的话 美国的持续的科技战 会压得全球化 压得全球经济 真的喘不过气来 我们大陆上面经常有预处语 叫要自负 先造路 那我们讲的路都是有形的路 它确实也是达到的 它这个不管公路 铁路 高铁 这种有形的建设的铁路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未来的社会 还有一种路 是很重要 就是网路 谁能够先掌握到网路的建设 我想说它将来致富的可能性 经济的发展就会很快 因为现在不管科技的时代到来以后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5G的时代 另外云端 AI运算等等这些东西 我想说未来在网路运用来讲的话 可能会它的功效跟现有的道路 相加相成的话 会是一个未来很重要的一个趋势 所以TikTok这个东西 能够在中国制造 它不只是说一个游戏软件 一个APP而已 而以后来讲的话 它在中国制造的商品 它透过TikTok来做 贩售或干嘛的话 它那种效果会更大的 我们都知道 现在我们在当中买东西 都是到超商去买 到市场去买 对不对 那现在你们年轻人买东西 都是网路购物 所以我觉得说未来的社会 我们要致富千兆路 这个网路谁能够掌握到 未来网路的世界 谁能够掌握到网路的技术 是将来致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另外我们讲美国拜登的经济学 其实美国拜登谈不上经济学 它只是经济政策 就像杨老师讲的 它很多的政策 其实都是损人不利己 伤害友邦的 比如我讲一个现实的东西 它讲说打消通宵法案 打消通膨法案 它对韩国来讲的话 它对自己国家的这种产业实施补助 但是它对其他的友邦盟国来讲的话 就没有补助 其实最惨的就是韩国 韩国的汽车 到了电动车 到了美国之后 因为它没有补助 所以它跟美国的电动车产业 它就没有办法竞争 在这种状况之下 当然就打击到 韩国自己的电动车产业 那至于说跟中国之间 这种小强高院的这种经济政策来讲的话 那就更不用讲了 觉得八月中旬 赖清德过境美国前往南美洲 前后都会过境 这个是布林肯 美国国务卿已经很明确的说 依照惯例 过去十次都是如此 所以他会过境 但是这段时间我们也了解 美国拜登政府对于赖清德的行程 不太可以给予热络的支持 甚至相当程度的压抑 那赖清德不满 所以七月十号他说了 他要走入白宫 完成政治目标 我再强调一次 重点在那个政治目标 什么政治目标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当然必须要提醒赖清德的是 当你在八月十五号前后 过境美国的时候 其实你很羡慕的 尹熙悦跟岸田文雄 八月十八号在大卫营 跟拜登总统一起度假 对 所以呢 这个也没什么好羡慕的 但是 现在很可能他会过境 迈阿密 佛里达州 或者是德州 那这个拜登政府会做切割 因为这两个州都是红州 共和党的 我感觉他会在当地 受到比较乐络的欢迎 州长 或者是德桑提斯 以及当州的这个参议员 卢比尔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呢 会是复杂的 也就是说他在两岸上面 那北京基本上不会做切割的啦 他不会像拜登政府一样 他认为你耐心的还是过境了 在谢峰讲 这都是一个灰犀牛 而且他明确的讲 赖清德过境美国 就是一个灰犀牛 去冲撞美国 跟中美关系的灰犀牛 因此我个人判断 在当时一定会 两岸上面会有一些军事上的紧张 那是会重演过去 四月 八月 麦卡锡 佩洛西的那种围台军演 还是非军演式的军事活动 我觉得两者都有可能 因此其实这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因为这会是一个讯息 很清楚的这个讯息 另外讲到日本 这一位副防长 井野俊朗 他其实做了四次的众议员 明治大学毕业 我看他过去讲的一些话 稍微中间偏右 那这个在自民党里面是普遍的 大概都是如此 但不是太右 那举例而言 他曾经认为说 日本跟中国是这个伙伴关系 但是呢 针对台湾议题 他又强力支持 他讲这个话有瞄逆 某鬼藏在细节里面 前面那一段 如果全世界都 国际社会都支持 我们会跟着支持 对不对 那第二个是 那用什么样方式 是后勤的 还是国防装备的 取决于日本人民的共识 如果这样的话日本人民已经有共识了 因为在不久前 朝日新闻的民调 不到10%左右 明确讲11%的日本人民 在这个民调当中 两岸发生冲突 台湾有势 有势就是有发生战争 日本应该自卫队 介入协助台湾 只有11% 反对的占绝大多数 但关键是 这个不是日本民意决定的 这是日本有法律 有政治上的考量 有安全上的考虑 所以由最近 日本的一个智库 做的兵推就很清楚 即使是曾经做过 防卫大臣的小野市五点 他在兵推当中担任日本首相 当钓鱼台 以及日本在 冲城区岛的通讯遭受到攻击 这是假想的 这个兵推的假想 日本方面兵推的假想 我们台湾这方面也有参加 美国也有参加 那日本 作为日本首相 小野市五点 非常犹豫 犹豫不决 怎么回应 问美国 美国说 我们需要几天时间 回过来告诉日本说 你们自己反应 所以整个过程显现出 日本美国双方都对台海 有发生战争的这种 真正的行使 武力上的协助 是非常犹豫 甚至不愿意参与的 那很多因素了 因此在这里面 这位副相所讲的 基本上当然只是很油滑的 然后面对这个问题的 这种所谓的太极权的回应 赖兴德过境美国的事情 当然不是入境 一定是过境 因为即使有台湾旅行法 但是美国的行政部门 就是不敢 也不能够执行 因为一旦执行的话 那问题就大条了 所以美国的国会通过一堆法案 但是行政部门就把那法案 就搁在一边不执行 而现在的情况是 赖兴德如果过境美国 那您的问题是 大陆会有什么反应 谢峰这次明摆地讲了 他的任务之一 现在的任务 就是要阻止 赖兴德过境美国 阻止 那如果美国还是让赖兴德过境了 那就是代表他的阻止失败了 而他也说了 这是灰犀牛 你已经撞过来了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大陆的反应 我估计当然会比佩洛西 迈克西 都不会比他们更弱 而且不会只是同等 很有可能会更强烈一点 那这当然也会影响到 两岸之间的关系 也会影响到台湾的局势 台湾的民众可能会更认清楚 一件事情就是 真的 你如果真的搞台独 那两岸之间发生战争的风险 确实很高 那所以如果我们不希望两岸发生战争 那就真的不能支持台独了 所以我觉得台独的民进党当局 也要想想 你要不要落选 你若要落选 你就大拉的来做 有关于美国的退役的军官 他认为说 台湾的演习都是按照脚本 缺少实际上的临战的一个情况 这确实是如此 他讲的是真心话 讲的也是实话 我们长期以来都是这样做 我在军队服务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做 可是问题就在于 他讲的 总统府也好 外交部也好 就不敢回应了 不敢反驳了 可是今天如果是我讲的呢 因为我在国防部也服务了 相当的一段时间 我也参与过很多演习 如果这句话是我讲的呢 那如果是立将军讲的呢 那总统府也好 或是外交部也好 或是民进党当局 或是一四五年 一定会说 我是中国大陆的同路人 我是任职作战 要畅衰国军 然后要羞辱国军 怎么可能 我们讲的都是实话 那美国人讲的没事 我们讲的一定有事 这个就是民进党当局的大校园 碰到美国人 他是真心为我们台湾了 碰到我们自己人 这个人绝对是 那个有鬼 坏家伙 坏东西 这个就是民进党当局 他们的这个标准 我们也就了解了 但是事实上 一直用脚本的来演练 而且主要是要安排记者 在那边拍 那你就可以知道 整个演习是为了摆拍 最后的收影 然后播放 做新闻 做宣传片 演习结束 花了不知道多少钱 好 日本 日本现在整个总体军力 也不过中国 不到一个中国的战区 日本的总体国力 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 他敢介入台湾的战争 不要开玩笑了 坦白说 不要讲一些大谎话 你想介入 日本人也不敢介入 坦白说 你自己都不敢介入 一个文子的 你敢介入台海的战争 你试看看 我觉得日本人 不要讲大话 你已经不是以前的 日本军国主义时代了 那个一去不复返了 你也回不了 你们的日本的荣光了 那已经过去了 你们军国主义时代的账 都还没有算的 有关于云朗基地的问题 中国大陆在海外的军事基地 如果越来越多的话 这代表什么 突破了美国的封锁了 因为当海军基地 开始开设的时候 代表政治经济 军事的影响力 是大大的升高 而且跟美国就直接对抗了 我觉得这个 对美国人来说的话 当然很焦虑 当然要把苗一生出来之前 就把它敲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 一定要小题大做 我觉得这次汉光演习 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 虞将军变成虞议员 这个我特别 弄得上这张照片 他那天在政论节目里面讲 说放这个烟幕 就是他战车部队 要从烟幕里面冲到海滩 来跟敌人决战 那我特别要讲 这个虞将军 他如果说不懂历史 那我们可以谅解 对不对 他数学不好 也可以谅解 他不懂海军也可以谅解 但你知不知道 他是五四两旅旅长 他就是这个装甲部队的 反击这个地区的旅长 那我不晓得 虞将军他当将军的时候 他当五四两旅旅长的时候 有没有到他的战备任务地区 来限定视察过 或有没有限定了解过 这个地方大家想想看 你在这种烟幕状况之下 如果我们今天大雾 那边的路都很崎岖很小的路 从巴黎 我走过很多次 这个不是开车 是用行军走过很多次 那个地方是我们战备一个 很重要一个战略要点 所以那个路很小 旁边都是断崖下去 那你想想看 我们开车 如果大雾的状况之下 在高速公路都不敢开太快 那你战车死角那么多 你在这种农物 伸手不见五指的状况之下 你敢在这边开战车吗 你如果说真的在这边做反击 在这种农物之下 战车开出来 你不是自己战车 撞成一团 就是掉到壕沟里面去 所以幸好他不是五四两旅旅长 因为他就是这个部队的 反击部队长 另外我要讲 这次演习 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桥梁 服务所桥梁 其实我以前就做过这种事情 那是我刚毕业的时候 为什么这次会有这种演练 我想是因为跟瓦格纳有关 因为兵舰 其实以前我想说 赖教授跟杨孝授应该都知道 以前虎口确实 我们自己台湾也发生过兵舰 那时候我刚毕业瞎部队 就要我弄了一枚腰洞六炮 锁住符合桥 那个腰洞六炮炮口 随时24小时冰下雨都要拿 炮弹就随时冲上 准备如果说有军车 或甚至战士冲过来 就直接开炮打了 就是防止兵舰 我们不要讲兵变 叛乱 就是防止兵舰 所以这次会多演习的项目 我觉得跟这次瓦格纳的兵舰事件 我们国军从中学习到这个经验 其实是很重要 就把它纳入演练的项目之一 问题是说以前台北市 进入台北市总共有九个桥梁 民国七十年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守其中一个桥 符合桥 那现在那么多桥 对不对 你有那么多兵力去守吗 这是一个 这是很大一个问题 你还要守练义无常 还有重要关键七处设施 我们前两天 断电的隆旗变电锁 要不要去守 对不对 所以这些可能都是兵力够不够 我们国军讲说 外防突袭 内防突变 那确实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内防突变的一个目的 问题是说 我们现在的兵力有多少 去外防突袭 内防突变 如果你内外都要守的话 兵力够不够 所以我想说这个演习 美军讲这个没错 其实演习有两种 一种是计划统裁 一种叫自由统裁 这个赖教授 一定在军中服役过都听过 但是现在来讲 不敢做自由统裁 这个什么时候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施对抗的时候 确实是自由统裁 就实兵演练 你这个营长旅长 自己下完决心以后 就部队按照你的决心 来行军来演练 来攻击来防御 可是那时候很扰民 所以现在来讲 不敢做这些动作 而且很容易造成 意外的这种伤亡 现在我想说 国营大概只敢做 计划统裁 不敢做自由统裁 就演练科目 今年在南非举办的 金砖国家的 峰会的年会 对于中国跟对于 金砖国家 其他的成员很重要 因为第一个 他要提升金砖国家 运作的效能 到另外一个等级 可能要谈到去美人化 谈到很多很多的议题 第二个更重要 就是说扩大 金砖国家的影响力 有新的人要参加 有新人要当观察员 等等 美国当然看在眼里面 很吃味 可是这个是中国在 花费国际影响力 很中一环 所以王毅担刚 这是理所当然 等于是整个中国的 举国之力 要把金砖国家的事情 给办好 我不想布林肯 讲这个干什么 我开始怀疑 布林肯脑部健康 有问题 这个什么叫投资 就是一种掠夺性的 经济活动 那你美国去掠夺 你怎么去掠夺 你拿美金去 那边去盖马路 盖机场 盖学校 盖医院 叫掠夺性的 然后会助长贪腐 当然那种国家的治理 不可否认 每一个工厂外 工程的外包 都会有一些贪腐的现象 那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不是中国的事吗 跟中国什么关系 包的是你们当地的厂商 那你美国 不要讲美国 美国自己在国内的工程 贪腐更严重 俄亥欧洲如果丢掉的话 拜登当然总统就梦碎了 所以前段时间 俄亥欧洲有一个火车 出现了问题 一些化学物质外信 第一个时间 川普就载了很多饮料水 跑到那边去演讲 讲了半天 他说我关心我们美国人 的生命 拜登都只关心俄罗斯人 生命 还调侃了他一顿 这是讲的莫名其妙 目前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 又比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 所以表示说 中国的后面研究发展 相当的成功 而且正式装配上线 未来他独霸全世界 这是可以预期的 因为实在超前太久了 我不得不笑一笑 这political网站 说军用两用的 他讲的是什么 防弹衣 他讲的是什么 无人机 俄罗斯很多人 军方给他的俄罗斯 是三级防弹衣 就很多俄罗斯的军官 阿兵哥自己上淘宝网站 去买四级防弹衣 在中国这个是 连淘宝都买得到的 无人机淘宝也买得到 这叫什么秘密运送 我觉得political网站的媒体朋友 太搞笑的一点了 要加油了 我觉得这次金砖五国的峰会 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他们要扩容 现在目前排队要进来的 已经有四十几个国家了 正式已经提出申请的 有四几个国家 所以他们今年要讨论 哪些国家要加入 还有一个部分里面 就是他们会讨论到 有关于金砖货币的问题 如果说不是 另外再创一个货币 会不会是用一个 普遍大家比较共同接受的 那会不会人民币的地位 会不会再上升 还有一个部分里面 就是我觉得 在峰会召开前 王毅发表的南南合作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是在像就是团结 所有的发展中的国家 那团结所有的发展中 新兴的国家是一百多个 一百三四十个 发展中的国家 来对抗G7 七个没落的 以前的工业的国家 我觉得这七个国家 会越来越孤立 那金砖五国的影响力 会越来越大 全世界未来 因为他们的决定 会影响更大的时候 那未来G7的会议 国际舆论的关注点 就下降了 金砖的会议 关注点就会上升 这一定会产生反差的 我觉得俄罗斯跟美国之间 开始会有一些问题了 因为俄罗斯有提出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 七个条件 答应了 我们就重弹黑海的协议 第二个呢 那也就是俄罗斯 他自己本身愿意 无偿或者是商业的 提供鼓务给这个北非 可是美国现在威胁 我要打你 如果你攻击我的护舰的话 可是如果俄罗斯说 你如果打我 北约打我的话 我就直接发动核武战 那彼此之间下来下去 到底谁会被吓到 其实我刚刚看你们这个新闻 把我吓一大跳 哇塞 我想美国什么时候 变这么有gots 直接就说 哇这个你敢来 我们就战舰护航直接开战 对 就后来发觉 那根本不是美国的意见 是美国一个退休海军上将的意见 所以 所以你看每次都退休人 呛响很大声 对 那现任的每一个都不敢讲话 因为我想 我想怎么会这么涌到这种地步 那如果美国这么涌 一开始就直接军援乌克兰 不就截了吗 直接派兵去乌克兰 不就打完这场战吗 那实际上黑海这边 现在除了俄罗斯提供的条件 美国跟北约大概很难答应 因为他要求重返SWIFT 一大堆这种东西 所以我觉得北约是很难 很难会有正面的回应 可是也没办法就将在那个地方 但对俄罗斯来讲 他现在有个大麻烦 因为土耳其倒戈了 因为土耳其倒戈之后 现在就变成 现在直接整个都翻脸 然后土耳其真的直接就 完全倒向美国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对俄罗斯来讲 他现在有个大麻烦 因为过去 黑海这个地方 他能够保证安全的原因 是因为土耳其其实在帮他守着 波斯普鲁斯海峡 让北约的舰队 这些队都没有办法进 可是 土耳其自己本身是北约的盟国 那现在如果他跟美国配合了这么紧密的话 他会不会开放海峡上北约的船进来 这个恐怕就有问题了 那所以我觉得 如果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 你说未来直接在黑海旗冲突 我觉得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还蛮令人担忧的 那土耳其会做这么大的转变 据说就是因为 那个俄罗斯这次黑海协议他不签 不签之后扣了300万顿的 要运往土耳其的粮食 扣在那个地方 所以让土耳其整个抓狂 那我个人认为 俄罗斯如果不赶快去修复这个问题的话 恐怕黑海这边的问题会更多变数 我是觉得 当然指责是 受命要去展开这样的一个喊话 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喊话本身是没什么道理 为什么没什么道理 就是 你党如果根本您规则都没定 然后你自己的主席都在喊执政大联盟 那你叫你们下面的小鸡不准乱动 那请问一下这到底什么意思 觉得还是国民党的规定是 只能主席喊 其他人都不准喊 是这样吗 是这个意思吗 不然的话 这到底什么意思 因为你们的主席自己在全代会 要执政大联盟 然后 然后你再告诉我 下面小鸡谁跟柯文哲走在一起 你就有问题 而且我们不是用法律约定 是用道德约束你 这听起来超奇怪 他是跟郭台铭走在一起 跟郭台铭走在一起也是一样 跟郭台铭主持节目 柯文哲好歹还是民众党的主席 郭台铭请问一下他是哪一党的 什么也不是 所以 那请问一下你到底在约束什么 我觉得这非常奇怪 如果你们要执政大联盟 郭台铭是不是也是 你们要整合的目标之一 所以我完全听不懂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我觉得 要嘛 如果你真的觉得都不准 那就像徐晓星说的一样 我觉得你把 直接明定 这次选举 谁接近郭台铭 谁接近柯文哲 我们把它开除党籍 或者停权 随便你 反正这个国民党自己的事 但如果你规则都不定 然后用道德 这个大帽子扣上来 请问一下你叫人家何所适从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笑 而且 我想请教一下 现在侯伴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争取所有支持的力量 不是帮自己制造无数的敌人 那你现在开炮打自己的小鸡 请问一下你到底想干嘛 我不知道到底想干嘛 所以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操作方式 如果有什么事情 我一直觉得国民党很奇怪 就是你们都没有办法自己私下沟通吗 假设你真的对徐晓鑫这样做不满 侯伴对他这样做不满 你们没有办法私下 你们跟徐晓鑫不是也在侯伴吗 好像是耶 金老师有邀请他 那你们直接跟他讲不就结了吗 可以打个电话给他吧 为什么要用隔空喊话的方式 我不懂耶 所以这 这到底在演哪出我完全看不出来 然后 郭泰平董事长现在就是 一直拖一直拖一直僵在那个地方 即使喊出了虽千万人无往矣 还是不动 我也不知道 那你喊虽千万人无往矣到底在干嘛 这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虽千万人无往矣 也是前面挡一千万人你都冲过去了 可是你说虽千万人无往矣 然后我继续不动 那这到底干嘛 看起来很像是赵大哥讲的这个 我就是拖死你们这些人 我拖到后来让你 那个侯友宜的支持度垮掉了 顺便连柯文哲的支持度一起垮掉了 所以搞了个半天郭台铭是来帮赖新德助选 是这样的 因为再这样拖下去 我觉得看起来很像是对赖新德好处最大 那是在帮赖新德助选吗 我不知道 郭董自己去考虑 然后柯文哲跟吴辛黛这中间这个 吴辛黛基本上就是这个什么东西都要酸的 但他讲一句话很好笑就是 你要做什么决论 我也懒得评论 但你说这叫平衡报导 请问你记者 你在平衡报导什么东西 你觉得好奇怪喔 你是记者吗 你又不是记者 你在平衡报导什么东西啦 所以拜托不会用字 不懂 就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 真的是鬼扯一通 不知道这个人在胡扯什么 北流的东西其实很简单 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他工程要最佳预算 最佳预算 柯市府一直希望中央买单 那中央就告诉你我不要买单 然后双方其实已经吵了两三年 然后后来到最后这一批 柯市府又上了公文之后 然后刚刚7月11号公文下来 下来说我还是不要买单 所以现在就变1.9亿掉在这个地方 就这样子而已 事情就是这么单纯 那其实有人在质疑的 虽然你知道中央有缩帖 说高雄也是一样我们家自筹 可是他给高雄的补贴 是比给台北多的 那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柯文哲既然说他要负责 那监察院现在也要藏 那就赶快去藏 看看柯文哲有没有责任 我希望他有责任 就要把他抓起来关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样最好 这样审视 那至于赖清德 赖清德是现任的副总统 本来去美国就不可能 受到多高规格的待遇 因为美国官员现在 本来你有这个身份 我就要避免跟你接触 这是很正常 蔡英文去也是一样 那尤其是现在白宫正希望 缓和跟中国大陆之间 关系的时候 你会想会有什么好的待遇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 是 国民党全待会之后 应该要不断的去争取有金 而且要塑造一种包容的气氛才对 怎么搞的 金普聪就在拿起刀砍罗志强 黄指责拿起刀砍 这个许小新 这是哪一个戏啊 这个罗志强跟许小新 我不客气讲 是我们国民党未来的希望 是我们国民党最强的战将群之一 那你金小刀 你侯友宇都还没这个行情 再讲一句难听一点好不好 在习小新的选期跟罗志强的选区 都要过半才会当选 他们两个人在选而已 要过半才会当选 你侯友宇在这个选区里面 不可能拿到过半吗 你不拜托他 你拜托谁啊 那怎么还 底下的幕僚还拿刀 砍这两个最重要的竞选干部 不要说竞选干部 不是干部好不好 就是我们竞选的伙伴们 这个逻辑我听不懂 我真的看不懂 我就怀疑说 到金小刀 你真的要帮侯友宇 还是帮自己制造声量 这很怪 邵刚兄 我基本上同意一部分 就是说 郭台铭在那边 要选不选 真的可能会使得 气氛有点的凝固 但是他选不选 跟侯友宇民调第一没有关系 所有的民调都显示说 郭台铭的民调影响的是 柯文哲 不是影响到侯友宇 主要影响 所有的民调都是这样呈现的 那我不晓得这个时候 去怪郭台铭有什么意思 搞不好国民党正确做法 应该鼓励郭台铭来选一选 让柯文哲民调掉下来 比较愿意跟侯友宇的谈判 搞不好这个战略才是对的 那至于这个 何启胜讲的这三个 有点微言耸听 可能看着这个伙伴 会胆战心惊 柯文哲可能这段时间 最受冤屈的人 怎么说呢 其实我看过去民众党 根本就个妇女党 都是女生 对 举的是名字都是女生 我不晓得民众党 有没有男生 我也搞不清楚 你看什么蔡碧如 黄珊珊 黄静莹 陈万慧 对啊 我举不到第二个男生 可以记得住 对 所以我认为 我眼中 他是一个妇女党 民众党就是个妇女党 怎么搞个老半天 说他是艳女的人 一个艳女的人 会用了那么多妇女干部吗 这个逻辑上说不通 但是可不要忘记 这两天 这个民进党 请全力在打柯文哲 是有效的 所以柯文哲民调 有点走低 但我认为这个会很快就过去了 只是看柯文哲他们应付的好不好而已 他明明就是妇女政党 你要他说是讨厌女的政党 这个逻辑上不通 至于北流的问题 这个应该是柯文哲回应不好 我要说句公道话 你们都没资格讲话 讲话的是争取北流到南港盖的人 立法委员叫蔡正元 我跟你讲 当时在盖这个北流的时候 因为就是在住宅区 因为我当时花了很大力气 他本来是要盖小学的 我劝了所有的民众接受 把小学搬走 不要盖 来盖这个北流中心 今天才有北流中心 那这北流中心盖的时候 现在在住宅区旁边 他的噪音防治就是比高雄要贵很多 所以无形中多出好像 我印象好像六亿还八亿的一个 噪音的防治预算 那当时陈玉秀当文教育主委 我就找大家协调 他答应付一半 那可能我没有当立委 陈玉秀没有当主委 这都不算数了 所以柯文哲大概吵的是这笔钱 那钱的事情 不是中央出就地方出 这没什么好吵 因为已经盖好了 那盖好了 我看不懂 这个有什么 有什么欠款利息好去增值的 他是说利息要多付 每个月多付80万 不是嘛 浪费公帕 这不叫浪费公帕 因为你中央 如果是今天 只是中央去借款来得 中央钱也是借来的 也要付利息 你地方去借钱 也要付利息 利息就是你没有付完款 本来就要付的 我问你这什么好吵的 只是谁付而已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我觉得李四川 你可能也不了解这个背景 可能柯文哲不了解这个背景 我当然最生气的 怎么北流城里没有邀请我去 对应该请你去煎菜 对呀 我是觉得这些人望恩赋予 都该打定 今天终于真相大败了 原来是蔡委员 那个时候在当地法委员的时候 争取的 因为郝龙斌跟李永平就清楚了 不过他们都不在位了 国民党继续在吵 没关系 就在吵下去 再相互对骂下去 那骂到最后 我们这些国民党的党友 或者是深蓝的 他不会去投票了 他总统不会投 立法委员也不会投 继续骂 继续吵 继续斗 就尽量下去 到最后全部都落选 不要以为说只有侯友宜会落选 其实立法委员照样会落选 不要以为说你是在深蓝的选区 没有问题 深蓝的不去投票 你一样落选 继续骂马 拼拼骂下去 再吵下去 继续吵 到今天为止还不懂得团结 还不懂得 政治就是一个态度 就是一个立场 没有什么明白的游戏规则 今天假设是马英九当初要出来选 我讲的是十几年前 那个时候谁敢跑去第三者那边去站台 谁敢帮他去主持节目 没有人敢 不用订任何游戏规则 谁也不敢去 为什么 因为马英九如日中天 胜选在望 大家都往这边靠 谁还敢跑到别的第三者 第四者的这个独立参选人 或者是谁去站台 没有人敢 我坦白说 就是不会有人敢 甚至连亲民党也没有人敢去跟他站台 都别想 因为他会连任 因为他会胜选 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政治立场 今天就是侯友宜 看起来排名第三了 看起来不会胜选了 大家就开始计算自己的选票 我需要一点点蓝的选票 我需要一点点白的选票 我需要一点点什么选票 算来算去以后我就去了 我需要一点点过的选票 什么都来了 所以其实不要把自己也装得很神圣 很高尚 其实都是为了利益 政治利益计算 好 再继续吵 我们就看着你们在吵 你们再继续闹 继续打 很好 打完了以后 全输 国民党打烂了 重来 是 整个打烂 坦白说就是这样 我觉得赵大哥 他是在 劝郭台铭说可以了 就是可以了 因为你这样做 你自己不可能当选了 你也不可能获得国民党的征兆 那也不会有机会了 那你再继续做下去 你只会让国民党的人 那么更失望 更惨 就这样子而已 他已经把他的立场 可是我们都知道 赵大哥跟郭台铭 也是有很深的交情 是 他今天都为了国民党 为了国民党全呆会通过的 唯一的候选人 他都要敦请劝说了 我觉得我知道 他的写这篇文章 他的立场 他的态度就出来了 你说郭台铭会不会不开心 当然会 但是他在做选择了 那也就是赵双康的选择出来了 至于泡不泡我奶粉 泡不泡尿片 换尿布 我在家泡奶粉 我换尿片 我也没有多了不起 所以老师也有泡奶粉 我三个孩子都是我泡的 那蔡委员也是 他也是 他养得好得不得了 谢谢 对不对 然后半夜起来 都是我在弄 但是有没有比较了不起 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是分工 夫妻之间讲好的 就可以了 那如果太太觉得 你不需要做 那就不要做 本来就是这样子而已 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 但是民进党现在的策略 对柯文哲很明白了 就是指定把他咬死 他就是仇女厌礼 坦白说 任何大小事 他只要把他凸显 他是仇女厌礼 这一招当初也用过 用在谁身上 用在韩国瑜身上 草包 对 草包 你看我连讲三个草包 就是一直讲他草包 印象就有了 就刻板印象 现在就是对柯文哲 用同样的策略 仇女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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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大小小的都是这样子 然后最后就把他定位了 然后标签就撕不下来了 小片就撕不下来了 破解他就可以了 是 是